顾景芝把韩慧留在了正院 韩慧也是糊里糊涂的 不知何时 顾景芝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道 你今日在我这里服事 韩慧恭敬道士 燕山听了顾景芝的话 却安顿好简王世子 半个时辰后 他才折回来 他对顾景芝说 娘 已经安顿好了 顿了顿 燕山又道 娘 那个人像是来寻仇的 一脸晦气 顾景芝笑 我也没想到他会来卢州 爹爹是欠了他什么东西吗 燕山又问 欠的可多了 朱仲军偷了简王的铁矿 已经快十年 简王府未必没有疑心 是朱仲军偷的 但是这件事本身就比较敏感 他们敢怒不敢言 简王世子直到今日才找来 肯定是跟最近经理的时局有关 最近经理惊风海浪 高高在上的王公贵宙们都不安全了 你爹爹和他们有点过节 我和简王府也有点过节 顾景芝的 他不再糊弄孩子 家里和谁有过过节的 燕山应该知道 他需要知道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什么过节 燕山侧耳倾听 顾景芝就把简王妃和四柔郡主的事 都说给了燕山厅 燕山厅完 眉头猝起来的 娘 这怎么怪您呢 您给简王妃开了药方 他们不肯吃药 是他们自己的错 想了想 又答 您这样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从前您带着我去谁家串门 您还差点杀死了一个人 她 就是四柔郡主吧 当时四柔郡主骂燕山是野种 顾景芝删了她一巴掌 还把她给披晕了 燕山那时候也在场 她当即吓得脸色都变了 而后 顾景芝百般劝慰 燕山才慢慢好转了几番 那时候的燕山 已经七岁了 也许已经忘记了 确实有点模糊的印象 提点一下就会想起来的 对 就是她 顾景芝删 当时 她怪我害死了简王妃 一副要和我拼命的样子 我就把她弄晕了 你还很害怕 眼神笑笑 后来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就逼迫四柔郡主 出家送了尼姑 好似是红的二年 他们也回了河南 不再经理了 顾景芝又道 简王世子是专门从河南来的 估计经理的事 也牵连到了他们 燕山了然 简王世子来找爹爹 到底什么事 燕山问道 难不成 她以为是鸟宁害死了她母亲 我也不清楚她的来意 顾景芝的 总之 来者不善 母子俩说着话 天色渐晚 晚霞披降下来 庭院宛如采仇清国 顾景芝看了看天色 就对燕山道 你去外院 看看你爹爹和燕影回来了没有 他们去三里坡街人 也不过半个时辰的路 怎么还不回来 你别担心 我去看看 燕山道 她走了出去 霓虹霞光映衬在她脸上 她往外走 心里总觉得有点什么放不下似的 方才和母亲说话 她想起了一些旧事 好似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东西 她应该记得的 却忘记了 只让燕山有点头疼 她浓眉挤你 慢慢回想 野种 野种 她隐约之间 终于想到了 母亲为什么 过那个穿着白色校服女人一巴掌了 那个女人指着燕山说 燕山是野种 当年 燕山不明白什么是野种 如今 她却是一清二楚 她陡然就停住了脚步 为什么别人会说她是野种 燕山后背有点寒意 让她脸色紧绷 这到底是丝柔郡主的原话 还是自己记里的拼差 假如是自己记错了 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错误 燕山从未怀疑过自己不是父亲的儿子 父亲对她和弟弟们一样好 母亲更是疼爱的 若是原话 那仅仅是乌颜晦语 还是另有隐情 燕山真正地站住了脚步 她竖然很茫然 是谁啊 有下人路过 给燕山行礼 燕山这才灰身 她心里猛然间就乱成了一团 她理了理心绪 往外院去了 问了问大门上的小丝 知道父亲和二弟还没有回来 燕山心里又是一团火在烧 她时刻也忍不住了 她想去找义父谈谈 她的义父是灵异 就住在王府的外院 这些年 义父除了每个月抽足五天的功夫 去乡下行走 给百姓免费看病之后 就职在府上 教燕山知识和医术 义父住的院子 在外院的东花园内 那院子叫义景院 义景院总是静悄悄的 燕山快不奔过来 扰乱了院子里的平静 灵异在窗前分药 她有一尾药需要治出来 这是王妃前日吩咐的 王府的药都要经过灵异的手 王妃医术虽好 却不擅长之药 脚步凌乱又仓促的声音 灵异微微抬头 透过窗帘 庭院已经是昏暗颜色 夜幕落了下来 灵异看到了急匆匆的燕山 燕山平素稳重 若不是急事 她不会跑得这么快 灵异就放下了手里的药材 拍拍手 出来见燕山 怎么了 灵异见燕山满灵鹰会 一头大汗的问她 燕山却没有回答 她喘了几口气 看了眼灵异 反而不知如何齐齿 灵异让她坐下 小书童上茶 灵异坐在燕山对面 问她 这么晚跑来 是谁生病了 还是你哪里不舒服了 燕山的心情已经镇定了几分 想知道答案的那份急促 也慢慢平淡了下来 燕山勉强露出几分笑容的 没有谁生病 我也好着呢 她难以启齿 说吧 什么事 灵异的 咱们父子间 还如此客套吗 我听说 这几日浮上乱糟糟的 可是有了大事 自从晋王来到府上 府上的气氛就严肃起来 处处都在警备着 灵异虽然不怎么出院门 却隔三差五 早上出去溜溜 沿着街道走走 这是她的习惯 所以 她看到了王府戒备森严 就问了朱仲军什么事 朱仲军告诉了她 如今看到燕山 定是有为难之事 今日 简王世子爷到了卢州 像寻仇的模样 我问了我娘 娘说了些往事 我突然想起来 当年我跟着我娘 去简王府调进 那个丝柔郡主 好似 说了句什么话 燕山慢慢的 这个 灵异知道 那次 燕山回来就问灵异 什么是野种 燕山也吓坏了 因为这个 灵异才决心带着燕山 出去走走 免得她将来怯懦 什么话 灵异故作不知 有些话 就是心里的刺 说出来 反而叫人心里不踏实 像燕山的事 简直是空穴来风 除了朱仲军服其 就是灵异最清楚了 当年 是灵异帮顾锦之薄胎的 那个丝柔郡主 说我是野种 燕山语气悠悠 义父 这是为何 难道 有什么传言 说我 不是我父亲的 亲生儿子吗 十六岁的少年 眉头紧紧拧在一起 透色从眼底倾泻 再也压抑不住 燕山啊 你就是你父亲的亲骨肉 灵异的 若是有人说三道四 那是心怀不轨 你还记得 我当年告诉你 为什么四柔郡主 要骂你是野种吗 燕山有点模糊了 灵异教过他很多道理 无言会语 叫人心乱 这是比利剑 还用伤人的武器 灵异答 你贵为王府世子 将来风言风语更多 难不成 你都要听进去吗 灵异说到这里 语气有点硬 燕山脸一红 尴尬垂头 可是他心里仍留下了痕迹 他就想知道 到底为什么 你娘怀着你的时候 动了胎气 灵异间燕山 仍有点沉闷 就跟他解释 你早产而生 你是知晓的 等你们回京之后 有人见你活泼健康 无灾无病 怀疑你并非早产 你爹娘在京里 受太后娘娘宠爱 树达招风 自然有人心有不甘 传出流言风语 重伤你们 你若是也怀疑 真辜负了你娘 生养你一场 而后 他把顾景之 当年辛苦保胎的事 一说给燕山听 灵异是顾景之的 保胎大夫 他最清楚细节了 燕山渐渐听住了 他有点羞愧 玉父 是我不对 燕山最终的 你们别告诉我爹娘 免得他们伤心 我以后不再胡思乱想了 灵异点点头 燕山从义景院离开的时候 眉头不经意又醋了醋 这件事 到底在他心里 留下了痕迹 他又觉得 自己多疑 对不起母亲 就不敢再想了 可这些痕迹 小伏去 也需要时间 燕山把这些怪念头 丢在一旁 又去了外园 天已经完全黑了 他去大门口问了问 得知父亲和二弟 还没有回家 母亲已经很着急了 燕山就进内院 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还没有回来 只怕是把南昌府的人 安置在旁的地方了吧 顾景之 倒也没有太担心 卢州是朱仲军的天下 他不会有事 白膳吧 顾景之道 咱们先吃饭 一旁的燕少和彤彤 早已经饿了 咱们先吃饭